人氣話題來看到 高雄岡山國小 有一道營養午餐料理爆紅 有一名老師日前就PO文說 PO出了這個 起司馬鈴薯蒸蛋的照片 說一開始不太起眼 但是過沒多久 被學生給掃盤了 甚至掃到 要到隔壁的教室來蹭著吃 天文曝光之後 吸引上萬人點贊 那麼還有媽媽貴求說 這個食譜到底是怎麼做的呢 另外為了幫會考的學生們 加油打氣 有學校是在白飯上 撒上金綁啤瓶 同樣引發討論 馬鈴薯蛋上裹著厚厚一層起司 拌開來療癒又美味 就是近期最燙的營養午餐 起司馬鈴薯蒸蛋 高雄岡山國小 一名老師PO出貼文 說日前學校搬來 一道沒看過的菜色 其說小朋友紛紛覺得噁心 但一吃驚為天人 蒸蛋裡面還有綿密的馬鈴薯 等到要去盛第二次 底盤已經被掃光光 甚至還有學生到隔壁班去蹭吃 希望可以帶給我們學校的岡山國小 就是有學生喜歡吃午餐 然後更愛午餐的這個動力 不打不撞變成超夯午餐 不少媽媽跪求食譜 出工也大方分享秘方 就是我們一般用油 先把馬鈴薯絲給它煮軟 第一步先將馬鈴薯切絲炒軟 加入玉米粒炒熱 加入調味好的牛奶蛋液 再送進電鍋 最後加入乳酪絲 大功告成 轉往市區學校有道料理 也引發討論 打開蓋子 擺飯上金綁提名 學生看到滿是歡喜 為了幫會考生們加油打氣 下方用海苔粉給學生滿滿希望 很有信心喔 考上哪裡 考上小女 希望小朋友看到之後 感受到我們學校師長的一個祝福 也希望他們能夠考試 都能夠有很好的成績 金綁提名飯已經變成學校傳統 維持了兩三年 希望學生能吃得安心 也感受到師長對他們的滿滿關心 借高雄綜合報導